其實你可以把這個表跟這個圖 其實可以把它放在你的PTT 比如說你要做一個簡報的時候 我是覺得你要說服別人 相對的就會比較容易一些 比較不會說有些人用講空話的 就是好像完全沒有任何數據 然後就只是講他自己的主觀意見 我覺得好像似乎不太能夠說服人 但是如果今天你就一個很清楚明白的數據 我覺得就OK了 所以最後的話我們可以把這個資料 最後把這個名稱叫做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這樣的話我把名稱也把它複製 這個名稱的話就把這個歷年切到折線圖 最後我把這個名稱也順便把它Ctrl C之後拿來這邊好了 這個工作表也叫做歷年切到折線圖 有沒有這樣的話就很清楚了 切過來就歷年切到折線圖 大概就長這樣 OK 再來的話我們其實還可以再做其他的練習 所以切回到原來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裡面的話 假設我說時間之外我想要知道另外一個訊息 就在台北市總共有好像我記得12區吧 那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那其中像你可以看到中正區有沒有 文山區信義區 信義區 好像那個常常出101就在信義區嘛 那台北車站就在中山區 那動物園好像就在文山區 OK 那士廷的話有士廷夜市嘛 那萬華的話有什麼 萬華夜市嘛 還有阿公店嘛 今天好像新聞常常會遇到 因為萬華如果你們有去那個 萬華要猛假車站 萬華車站 一出來你就覺得那個地方 萬華公園就滿奇 你如果有去過 你一出來你就感覺這個地方有點怪怪 而且味道不太好 都有那個味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聞到那個尿燒味之類的 萬華車站不曉得 應該 那個叫龍山市吧 捷運站叫龍山市捷運站 我是建議如果沒去的話可以去逛逛 台北市真的滿多地方可以去了解一下 太多可以去的景點 你如果有時間的話 你就買一個那個 買一個那個台北市的那個捷運一日券 一日券就把他到處去跑跑 然後看一看 其實就可以對台北市非常的了解 甚至旁邊有新北可以順便逛一逛 像我是還蠻喜歡旅行的 我平常沒事就到處去看 到處去走 然後 其實現在搭車的費用其實不算高 如果你們有學生票的話應該更優惠 那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希望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到底那個 台北市住在哪一區 那個治安是最差的 OK 如果我想要知道最差的幫我抓出來的話 那當然我會希望我會需要一個欄位 哪一區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哪一區有沒有 你會發現區的位置 它其實剛剛好是在台北市這三個字的後面 所以如果我想要把這個區放在一個欄位獨立出來 再統計分析它的話 那這樣那該怎麼做 OK 所以如果我想要知道一個結果 就是說到底台北市的哪一區 它的切道的比例最高 比例 所以如果我想要知道一個叫各區的比例圖 也許畫出一個圖 那比例的話呢 就是一塊筆大家分 那哪一個圖最適合 其實如果一塊筆大家分 其實好像用圓形圖好像比較適合 所以如果我假設希望去統計出台北市的各區 哪一個區 它的切道的占比最高的話 那這個該怎麼做 第一個一樣 請各位一樣把這個地址 因為它沒有區 所以我就在發生地址的右邊好了 增加一個欄位叫區 OK 然後這個區的話 如果我要產生這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的話一樣 那當然你需要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是怎麼樣 就是從第幾個字呢 應該它的資料剛好在中間 中正區 文山區 它有固定規則 就是在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所以你可以游標放在G2 然後還記得哪一個函數嗎 我們之前有用過 你可以用哪一個呢 應該用middle這個 rad也不行 right也不行 它是middle 所以打一個mid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給它三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就是它的地址 第二個資料就是它哪個字開始 中應該是第四個字吧 所以輸入是 有沒有 star number 就是第幾個字開始 那要取幾個字 取三個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底下的結果是不是中正區 如果是的話 那表示沒錯 有沒有 從這邊取三個字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區這個欄位資料就有了 向下填滿 有沒有快點兩下 它全部都有了 所以你會發現區這一欄就有了 那你只要有區這一欄之後 如果我要統計出到底哪一個區的占比最高的話 那怎麼做 一樣喔 你就先插入剛剛一樣的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範圍 有沒有範圍對不對 範圍好像A1到G 有沒有這邊有堆欄 剛剛是F 現在是G G欄的3681應該沒錯 按確定 它一樣呢 會幫你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有沒有 從原來這邊 換到這邊 那怎麼統計啦 其實跟剛剛一模一樣 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區拖到列 再把區拖到值 OK 就統計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 數量就有了 哪一個最多 好像看起來是中山區最多 有沒有400多 然後第二名是哪一區 第二名我本來以為是萬華區 就萬華區好像不是第二名 第二名應該是哪一個 士林區 可是問題你會發現 你說老師 那這個這樣看 好像有點不太方便閱讀 所以如果我希望方便閱讀 最好排序一下 你剛才排序就好了 不然你還要在那邊一直找 哪個最高哪個最低 當然 其實除了看最高 也要看最低 最低就是治安最好的地方 那怎麼排序 其實排序很簡單 產生之後的話 記得郵標放B4儲存格 然後找到資料 特別注意 資料這個頁面裡面 它有一個叫Z到A的 也就是說 郵標放在B4上面 等一下我先把它按確立 記得你就郵標先放在B4儲存格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的話就找到資料 這個頁面 然後按一下Z到A 它就會幫你怎麼樣 Z到A指的是由大到小 反之如果由小到大就A到B 我們用Z到A 這樣OK的 把它Z到A一下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你按一下Z到A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把它排序了 有沒有看到 中山區第一名 OK 然後第二名的話是士林區 有沒有 其次就萬華 OK 然後再來就北投 那治安最好的 可以看得出來 哪一區是最好的 大同區 線道案件最少 其次就是南港區 應該知道那邊有南港車站 然後還有就是溫山區 這些 信義區其實也不錯 OK 所以比較好 自然比較好的這幾區 OK 那最後的話 當然我還是一樣 看數字 其實並沒有看圖 來得這麼直覺 所以如果要把它變成很直覺的 而且我要凸顯的是 它各區的比例 所以你說它比例哪一個好 剛剛如果有時間軸的概念 用折線圖會比較好 如果有數量高低的話 那用直條圖會比較好 可是如果要比例 比例的話 其實最好當然用什麼 用圓形圖 所以這個我想一樣 游標放這邊 樞紐分析表 分析 樞紐分析圖按一下 你可以看到 如果數量其實這樣看到OK 只是說它只是很單純的 呈現出它的數量高低 可是我想要的是比例的多少 也就是一塊餅讓它分 到底誰分的多誰分的少 所以我就可以切到所謂的圓形圖 有沒有看到圓形圖 這個圓形圖的話 其實好處就是一塊餅 你馬上可以看到比例誰多誰少 有沒有 差異就是說比例的部分 所以假設你希望凸顯的是比例的概念的話 那其實用圓形圖 會比直條圖還會恰當 你說老師 可是我又想要凸顯數量 又想要凸顯比例 那你畫兩個圖算了 OK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不也OK 所以我們用圓形圖按確定 好 那一樣 我是希望把游標 把這個圖放在第二 跟剛剛一樣放在M版 然後20列好了 跟剛剛放的大小都一樣 OK 大概到21列這裡 OK 所以大概這邊 這邊磁藍嘛 這邊到這邊是20列好了 OK 這邊是20列 好 那最後你可以看到 它是圓形圖就產生 不過最後圓形圖其實有個缺點 蠻大的缺點 什麼缺點呢 就是它的圖粒有沒有 這個圖粒你可以看到這一塊 這一塊是什麼 其實它是藍色的 但藍色你會發現這邊也藍色 這邊也藍色 有沒有 而且底下這邊也藍色 那其實我覺得啦 比較容易混淆啦 當然你這樣仔細看也看得出來 只是說我覺得不是那麼方便閱讀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怎麼樣 乾脆是直接在圓形上面 把它那個標籤放上去 比如說中山區 這個就叫中山區 佔比多少 直接就13% 有沒有這邊有13% 有標放在這邊會顯示 那你直接把標籤放上去的話 怎麼做 其實在Excel裡面有提供這個功能 按滑鼠右鍵 直接在圓柄上按右鍵 裡面你可以看到一個功能 叫做新增資料標籤 那你其實就可以直接把這個標籤給加上去啦 有沒有 那留兩個拿一個 我建議比較簡單是這個 下面這個 新增資料圖說文字這一個 有沒有發現 它就會直接幫你把每一區佔比多少 指向這一塊 這樣就清楚了 所以最後這個圖例是可以拿掉了 所以這旁邊這邊一樣 跟剛剛一樣 圖例打勾取消 那最後呢 請你把上面這個名稱一樣改一下名稱 叫什麼 各區比例圖 各區比例圖 類似這樣 那一樣 把這個各區比例圖 把它改這個工作表名稱 所以我希望這個名稱改了之後 這邊也改一下好了 各區 這兩邊都一樣 並且把這個各區比例圖的標題 順便把它換個顏色 跟剛剛一樣 20號字 然後出體字 這樣就OK了 所以最後呢 我如果假設希望 會日出一個叫各區比例圖 呈現出到底哪一區的那個 什麼 它的哪一區的那個 佔比各是多少的話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比較 比較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是第一個 你可能就是先用那個圓形圖之後 然後按滑鼠右鍵 它這邊也叫新增資料標籤 記得是那個資料標籤 這邊我把它Ctrl D 一下 剛剛這個 這個資料標籤 按右鍵有沒有 新增資料標籤 在這裡 資料圖說文字 然後並且把上面的這個標題改一下 叫各區比例圖 各區比例圖 然後字的大小 這個我想你自己來調一下 我建議大概是20號字 然後出體好了 OK 這個把它拿掉 這個就是圖力 把圖力打勾取消 最後長這樣就OK了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地方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